107年拳大運拳擊決賽場上 里悅奧運國手賴竹恩 在男子60公斤級賽事 贏對手棄拳而直接獲勝 奪得金牌 是有打聽到說他有受傷 然後要棄拳 可是我的教練跟我講說就是不要輕敵 教練跟我講說那可能是對方的贓輸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熱身這樣 要積極的做熱身 因為最近都在學比較新的技術 然後就是透過這個比賽來檢視一下 最近學習到新的東西 這個比賽結束之後 5月14號要去那個英國 要去一地訓練一個月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準備亞運的比賽 很期待可以去比亞運 然後當然目標還是亞運金牌 而在女子拳擊魯斯公斤級項目中 去年在亞錦賽替台灣拿到虧威 12年金牌的林玉婷 擠壓對手順利抱走冠軍 就是比賽目標就是希望說可以把教練下的戰術 然後給好好的知情發揮出來這樣 現在算是還在準備專心在背戰亞運的時候 然後所以我現在是屬於比較體能期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技術方面的 看能不能再提升高一點這樣 教練是說可能會到國外一地訓練 然後參加幾個杯賽吧 希望說我可以去高海拔的地方 去好好的備戰體能心肺 教練可能覺得說技術方面就是其實 到了一個頂尖的程度的時候 要再突破有點困難 然後就是說希望可以藉由體能方面的突破 然後讓技術方面可以再往上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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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